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天 怎么我们很想在MC4 wedding这样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 吃饭 这对夫妻最近喜欢制作视频 上传到社交网站 记录两个人的美好时光 33岁的刘锦翰是剪辑师 来自东马沙拉岳 十年前到新加坡工作 32岁的李施慧是新加坡人焦音乐 两个年轻人在教会认识 擦出爱的火花 但由于锦翰要回马来西亚工作 两人展开异地恋 2016年 两人的恋情受到考验 有一天她就叫我 在电话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觉得为什么她一直哭 然后她就在电话里就跟我说她有癌症 我就是真的很担心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我能熬过去吗 第二个就是担心她会怎样看待 因为我患了是癌症 是乳癌 如果少了一个乳房的话 就相当于是少了一个当女人的一个特征 所以就真的很担心她会不会从此就先弃 我就跟她说 为什么我们去选择最好的选择 我意思是 不管是什么 健康是更重要的 艺术是第二个 所以我也没有想这么多 就是只要她健康 只要她还可以活着 诊断患癌的两个星期后 师惠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接着得做化疗 由于化疗可能会影响她的生育能力 所以她也在医生的建议下先动卵 化疗的过程最让她倍感煎熬 最痛最痛真的是化疗 有很多次真的是痛到哭都哭不出来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是哭到很累 因为它是随着你的血流 所以它就会流着你的整个身体 所以你整个身体在那一两个小时 就是一直在燃烧的感觉 做完化疗之后 师惠的一头长发一戳戳掉落 虽然她感到痛彻心扉 但还是决定到理发店剃光头 她不要在公司里面 有发疗的发疗 然后我就问她要怎么办呢 她就说她要把头发剃掉 我就说可以 我们就去找吧 在那个时候我就坐在她的旁边 就看着我自己的女朋友 头发还比我少 那个时候我就流了眼泪 就觉得她真的很勇敢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逞强着 不想哭 然后面对好的时候 还是逞强着一定要笑 直到以后晚上自己一个人哭 然后就痛快地哭了一场 之后然后就OK 现在我们就要继续面对 她的整个脚都没有掉了 那时候景汉还在外地工作 几乎每个周末都往返两地 陪伴师慧对抗病魔 她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干脆辞职到新加坡工作 知道她要过来的时候 我虽然很开心 但我也是有一些恐惧 对 因为我是害怕 她会跟我在一起 只是因为一个义务 是一个她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因为她爱我 有一天就下了那个勇气 然后问她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答案 有一半是我不想听到的答案 对她来说 是 both 爱情 and both 义务 我伤心了一下 然后后来才知道 其实她把这个东西当成义务 也是带有爱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OK 原来是为了爱 原来是为了爱 2017年 在世慧完成了化疗和电疗后 锦翰向她求婚 之前我其实提出 我的爸爸就问我 你确定你要继续这个旅程 跟她吗 我就问 为什么你怎么问 它会有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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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有很多东西 在前面 当然 因为最普通的意义 就是说 保险就不能买 如果 在未来 如果她的癌症又回来了 那又怎么样 金钱是一方面 然后 我们的 mental health 我们的 physical health 能不能支持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 那怎么办 我就想了很久 但 可能就是 一个 个性的东西吧 就 如果我 已经 目标到一个东西了 我就要跟它做完 如果我没有做完的话 我会觉得 我很浪费 时间 也觉得 很没有 意义 所以 我就 当时 就 下定决心去 满足 这一个东西 我说 任何事 我们是 可以 绝对的 去年 两人交换誓言 共结连理 虽然 施惠抗癌之战 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 医生说 还需要观察 暂时还没度过 五年的复发高风险期 也暂时不能怀孕 锦翰对太太的饮食 极为关注 确保他吃得有营养 虽然未来充满未知数 夫妻俩已经做好准备 要坚定勇敢地走下去 结婚前的三个月 她的左眼突然无法张开 连婚都不想结了 未婚夫说了什么 让他愿意托付终身 对她的赢神 未来到达星 未来到达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